咪尾出來囉 喂 姊姊來囉 嗨 姊姊 你好 還可以 不然還是就我幫你唱完整首好了 先給大家拍一下 我們今天還有特地一個裝扮 就是 你看他的瀏海芬這邊 我的瀏海芬這邊 所以我們就是一個照鏡子的感覺 今天就是我們有 我們是衣服 為什麼妳穿我衣服 這個是大家眼間的媒體朋友們不知道有沒有發現 這件衣服是朱麗靜第一首主打歌《農裝》裡面的打歌服 然後我今天就把它穿在身上 並且我們事先溝通好的頭髮 就是一個照鏡子的感覺 所以大家好 我是佐佐 大家好 我是被逼的 哈哈哈哈 她是幼幼 沒有 今天很開心 很開心 就是如果可以 可以來 而且她 我覺得她穿我的衣服還蠻適合的 而且這樣是不是長得更像 謝謝大家 我好榮幸可以跟女神像 全身向下最不像的地方就是腿 我的腿尾比較粗一點 可能比較沒有辦法模仿到妳 千萬不要這樣說 但是呢 因為今天朱麗靜很開心啊 你發第二張專輯嘛對不對 對對對 那因為呢這次的專輯的主題 就是快樂美人魚對不對 快樂美人魚 其實當然美人魚是因為呢 應該說快樂跟美人魚這兩件事情 都有事情想跟大家傳達 比如說快樂就是因為 最近可能 因為我自己的心情還蠻快樂的啦 就是這張專輯 終於把它做完了 然後可以呈現給大家 那上一張專輯 主要是想要帶給大家一些正面的力量 存在的力量 對 那當然到了這一張 我覺得 尤其是最近可能 發生在大家周圍 可能有一些 不是那麼開心的消息 常常在發生 或者常常最簡單的工作壓力 常常會忘記快樂是什麼 所以想要帶給大家一些快樂 心中的氣氛在這張專輯裡面 其實還蠻明顯的 而且因為這張主題叫做快樂美人魚 對 我們都知道美人魚 其實是一個非常性感的化身 而且朱玉京這次呢 第二張就下猛藥囉 就已經裸上身囉 這個 他的第一版的專輯裡面 附贈的海報 隱藏版是裸上身的對不對 呃 對 真的是這樣子 真的是真的是 尤其是在 因為美人魚這個視覺 然後想要呈現給大家不一樣的 視覺突破 所以這次也是 做足了 很大心理建設 然後就是拍了一組 沒人魚形象的海報 然後是在 首批的專輯裡面 會刻意得到這樣 那首批之後 賣完就沒有了喔 所以就是大家去搶購一下 對不對 首批才有這種隱藏版的 好 那既然這樣子的話呢 我們今天不如 你就負責唱歌的部分 那裸身的部分 就交給 美人魚蛋糕 我們當然是有美人魚蛋糕 我們不會傷害大家的眼睛啦 可愛的美人魚蛋糕送給Miu禮物 喔 這個美人魚蛋糕跟我們 這張專輯的這個 海報幾乎是 一模模一樣的 怎麼那麼可愛 把這張臉換成注意鏡的 就是 就一樣了對不對 這可以拿起來嗎 這樣子大家好拍照嗎 可以喔 好 那我們請 來 我幫你拿 麥克風號 好 我們先請 那個 大家幫我們拍個照片的時間 我們給 左邊的 美女朋友 好 中間 左邊 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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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我們請 沒有幫我們 好 左邊 右邊 好 好 右邊 好 右邊 右邊 右前方 右下方 右下方 再來一下